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撒哈拉沙漠 实际上可能是无数神秘古老遗址和文明的埋葬地 这些遗址早已被人文遗忘 在几千年前被沙子所吞噬和隐藏 研究人员相信撒哈拉沙漠人类居住的迹象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万一千五百年前 那是最近一个冰河时代结束的起始 5000年前 撒哈拉沙漠是人类动物和茂密植被的家园 在撒哈拉沙漠下发现了一条古岛的河流网络 三条古老的河流通往地中海 在沙地下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史前巨型湖泊的证据 大约25万年前 尼罗河形成了它 它淹没了撒哈拉沙漠东部 创造了一个湖泊 这个湖泊覆盖了超过四万两千平方英里 在撒哈拉沙漠中发现了数百个神秘的古老建筑 考古学家说这些建筑物的形状 形状各一 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撒哈拉沙漠从绿洲变成荒原呢? 我们知道大约一万一千年前 撒哈拉曾经是有湖泊 河流 草原 甚至还有森林 但是在八千到四千五百年之间 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从潮湿到干燥的剧烈变化 导致我们今天所知的撒哈拉沙漠 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气候变化的如此剧烈? 原来影响地球气候的最大因素是太阳 地球气候的波动是由地球轨道轴倾斜角度的轻微摆动引起的 这会改变太阳辐射穿透大气层的角度 那么当今城球变暖的威胁是什么呢? 美国科学家甚至认为 现在地球的气候变化 实际上会变化 是与人类活动完全无关的外来因素而发生变化的 即使没有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绿色的撒哈拉也会变成一片沙漠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 那就是现在荒芜的地方在历史上很有可能是水草丰美 气候遗人的地带 因为地球总是有规则的摆动 所以现在的南北极 格陵南岛 撒哈拉大沙漠 甚至在中国的大西北部 难道在未来都会成为热门的房地产开发地区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